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护理长朱冠玉 生命有开始 终须也有结束的时候 当医疗已经无法治愈以及控制病情的恶化时 在这人生的最后一班列车该如何到达终点站 安宁疗护可以示例一下医疗的选择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 安宁疗护科黄瑶如医师 黄医师好 各位观众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安宁缓和科黄瑶如医师 同时我有另外一个专科是放射肿瘤科 这两边都是组织医师 以及詹亚如安宁共照护理师 欢迎亚如 大家好 我是台北医学大学副社医院安宁共照师詹亚如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 如何透过安宁疗护陪伴病人及家属走最后一段路 我们知道对于谈到安宁疗护 对于不是这么清楚了解的人来说 听到安宁两个字像是在宣判 他必须要放弃一切的治疗 所以黄医师是不是就安宁疗护这个部分 先跟我做个说明 好 谢谢主持人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听起来感觉很不陌生 可是事实上对这个内容 到底安宁疗护在做什么 其实感觉是陌生的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说 好像进入安宁就是放弃治疗 就是放手让病人离开的意思 可是事实上 这个安宁疗护并非如此 他是一个高度专业 而且世界上都有共识的医疗行为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在WHO已经完整的定义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帮大家定义好了 他是一个缓解疼痛 以及其他痛苦的症状 那同时并没有说加速死亡 或者是延长死亡的过程 而是在最后一段路 对于病人身体心理 以及灵性上面的照护服务 然后以及整个统整性的学问跟专业 那所作为 这就是一个安宁医疗的部分 那安宁疗护就是说 他比不是放弃治疗 也就是说他的治疗方向 是从原本的以治疗疾病为主 现在是转向来症状上的一个环节 那黄医师 对安宁疗护在与死亡的这件事情上 是如何的看待 其实这样讲 我再稍微再多补充一点 其实安宁疗护 他并非放弃治疗 我最常跟我的病人以及家属们解释 什么叫放弃 你人不舒服 我还叫你回家 那才是真的放弃 可是在安宁来讲 他并非这样子放着不管 而是他是有高度专业 在解决 在身体上心理上以及灵性上面 去积极的治疗 舒缓这些不舒服 那同时呢 我们讲另外一个比较浅显应斗的意思 什么是安宁呢 他其实目必就是要做到 善终的结果 帮助人们可以平静 然后舒适和有尊严的能够死亡 也就是说让他在心灵上有一个 一个更加的平静的 离开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刚才谈到善终 善终跟我们的基本人权 有没有关系 因为常会有家属跟病人的意见 会不大一样 或是说病人 儿子跟女儿又不大一样 儿子跟病人的妻子或是先生 的看法也是不一样 那他如何来选择善终 其实在这边提到 安宁缓和医疗 这其实已经被视为人权的议题 那当然第一个呢 WHO已经提上 这是人生所具有的基本的权利 这是健康权 就是说都有得到高标准 生理之外 还要重点是心理上面的健康 那虽然台湾目前还没加入联合国 但是在联合国对于人权的公约上面 也明白的告诉我们 在健康议题上面 是针对这些慢性病 以及不治之症的人 对他们来讲除了关心之外 那尽可能的免除他们的痛苦 最重要呢 使他们有尊严的离开 那在台湾来说呢 也已经有法条上面的规范了 在安宁缓和的条例当中呢 已经明白的宣告大家说 在末期的病人呢 他最重要是依照他的个人的意愿 然后呢 他可以选择安宁 选择善终 在最后的过程中呢 能够有尊严有品质的方式来选择离开 那另外这边也自豪的跟大家提到 就是在英国的经济学员在调查全世界这个安宁已经死亡 善终的议题上面来讲呢 这个排名来讲台湾是在亚洲第一 那超越了新加坡 日本 南韩 香港等这些 我们觉得是临近的国家 那也就是说台湾呢 在这个安宁在这个善终的议题推动上来讲 在亚洲地区是比较领先的地位 那当然呢 可能跟美国啊 跟欧洲一些先进的国家 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再跟更多的民众呢 再来这边宣导一下 其实呢 在最后的一段路当中呢 有另外一条路 可以选择我们更多的治疗在身体 在心理 在灵性上面的不舒服 然后让最后的这一段路呢 可以更有尊严 而且更有品质 那会选择安宁疗户 大部分大家知道都是因为是癌症末期的病人 那那其实上呢 有些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 也并不一定是癌症 所以在安宁疗户 它涵盖的照顾的范围 跟它的对象 有包含有哪些 好 那这边为各位民众介绍一下 其实在这个法条上面 在安宁缓和的条例当中呢 已经明白的告诉大家 是末期的病人 那另外呢 明年将实行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呢 除了在针对这些末期的病人之外呢 也增加了 比如说不可逆的昏迷 然后植物人 急重度的失智 或者其他医疗上面来讲 并没有得到合适解决的方法 其实最重要的意涵就是在于 这些病人适用的范围就是在现今的医疗 并无法有一个有效果 很明显效果的控制的方式 那这些末期的病人呢 他可以适用这个安宁的部分 那所以呢 现今的法条来包含癌症末期 就是他治愈性的治疗的效果不好 那或者是其他非癌症的病人呢 像八大类的包含失智 那其他脑部的疾病 包含中风啊 然后脑伤脑部退化 运动神菌的疾病 那心脏衰竭 慢性气管的阻塞 那肺部线维化 那以及包含慢性的肝病 肝硬化 或者是急慢性的肾衰竭 同时最重要的是呢 是这些非癌症的末期疾病来讲 他有其他严重的合并症 那比如说感染啊 疼痛 气喘的部分呢 造成病人在临终的最后这一段路呢 非常的在生理心理 灵性上面受到特别的煎熬的时候 这时候呢 那病人他就可以选择 也许他不需要这么辛苦的 积极拼到最后一段路 他可以选择安宁 然后比较舒服 而且有尊严 最重要是按照他想要的方式 来走完最后人生最后一段路 那黄医师 我们从手板上可以看到说 这个安宁疗护呢 他的一个进展 并不只单于安宁 安宁病房这个部分 同时呢 在有人会想到说 那我住安宁病房的时候 或是选择安宁疗护 我在非诱上是不是要额外的支出呢 好 那这边也帮大家提供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台湾再走入安宁 其实相当早就开始了 在1980年代的时候呢 就已经从民间的团体开始推动 那一直到1990的时候呢 正式呢 我们已经成立成法条 同时呢 纳入健保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后续的这个流程呢 都可以看到 随着安宁的这个照护的范围 逐渐扩大 从病房到公照 到居家 到非癌类 那可以看得到 我们在这将近20多年的时间呢 其实台湾对于安宁的这个议题呢 推动了相当的 这个相当的有成果 那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 这些都可以借由健保上面的 的给付呢 那让最后病人及家属呢 不需要担心在费用上面的问题 那一般都想到说 如果我选择安宁疗户 我就必须要住在安宁病房吗 那如果我不选择住在安宁病房 我想要住在其他的病房 或是说我也不想一直待在医院 我想要病情稳定的时候 能够回家的时候 这时候呢 还能够接受安宁的照护服务吗 好 那我们这边讲到 这个安宁的照护服务有四大项目 包含病房 门诊 供照 以及居家 那我们先从病房来说呢 其实它就是在于 有居住住院的需求的时候 包含它有疼痛 它有感染 它有不舒服 那所以它有这些住院需求的时候呢 那当然它可以住到安宁病房 那重点是呢 它这些不舒服或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呢 那当然它就可以顺利出院 只是有一些人呢 它可能在最后一段路当中呢 它可能比较多的不舒服 或者是呢 它觉得因为现在都市化的关系嘛 可能不方便在家里 他们病人本身和家属呢 决定要在医院 所以呢 在最后一段路的过程呢 也可以在病房中 那并非像大家一般的误解说 感觉进入到安宁病房 就好像在那边住到离开一样 其实不是 病房呢就跟其他病房一样 有住院需求就可以 那同样呢 想要选择最后一段路再留在医院 也是可以 那另外像安宁门诊的部分呢 因为很多接受安宁治疗的病人呢 他并非就是哇 看起来好像病奄奄 然后这个行动无力 好像就快要离开样子 其实很多呢 都是剑步如飞 跟正常人 外观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的 那这些人呢 那他就可以选择定期呢 就像跟一般回门诊一样 就到安宁的门诊呢 一样可以接受安宁的照护服务 所以安宁疗户 是用尊重生命的方式 让病人走完最后人生的一段路 那在安宁疗户里面 可以接受哪些专业性的照顾呢 我们将在下一期段节目当中 继续分享 欢迎回到乐活医学堂 在下一期段的节目当中 黄医师你有提到说 安宁疗户呢 其实可以选择安宁居家 跟安宁共照的部分 所以雅如 这两个部分跟在安宁病房 有什么样的差别 可能安宁共同照护这个名字 对大家来说会比较陌生一点 那安宁共同照护 其实顾名思义 它就是有两个团队的医师 一起共同照顾一个病人 那为什么会需要两个团队呢 因为其实刚刚黄医师有提到 默医的病人 他可能背负着一些 很困难的一些疼痛 难以处理的疼痛 呼吸喘 还有甚至一些水肿的状况 甚至他还有一些 心理灵性方面的一些问题 譬如说 他在面临这样的疾病的过程 他会有非常多的担心跟害怕 还有家人不知道怎么时机 去跟病人谈到病情的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需要 缓和医疗团队的一个介入 那刚刚就是黄医师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在整个团队当中 不只是医生跟护理师 还会有一些其他专业的成员 所以其实在安宁疗护里面 共同照护他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 病人即使住在一般的病房 他也能够接受舒缓的治疗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病人当住在一般的病房的时候 他可以不需要改变他住的地点 他仍然可以接受原本的医师 继续地照顾 合并有其他缓和医疗的团队 进行一些志愿的一个介入 所以他其实主要就是 他的好处就是说 当病人可能还 上不是很了解 这个安宁疗护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 藉由安宁共同照护 慢慢地了解 以及陪伴病人跟家属这个部分 刚才有提到安宁共照的部分 那另外在安宁居家的部分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安宁居家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 刚刚就是说 有些病人他并不想住在医院 其实我自己照顾病人的经验上 也是听到很多病人 他其实并不希望 在医院接受医疗的方式 所以这现在也是台湾 在推广的社区安宁 还有居家疗户的部分 那他跟一般的居家疗户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 基本上一般居家就是 一个月或是半个月 去家里面访试一次 那安宁居家的话 护理师他们基本上一个礼拜 可以最多到家里面两次 那其他的好处就是说 让把整个医疗资源带到家里面 所以病人他不需要 在医院这样来回奔波 他只要随时有什么样的状况 他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居家护理师 那当我们居家护理师 如果评估他的状况 需要住院 我们的安宁病房 也会优先为他排床这样子 所以其实不管安宁的病人 他如果在 他不管在任何的地点 其实他都可以接受安宁疗户 只要病人有需求 他没有环境上的一个限制 所以说让他在最熟悉的一个家里 打达到一个山中的一个目的 那另外不管任何的医疗 都是会有许多的医疗团队 来加入这个共同的照顾 那在安宁疗户里面的医疗团队 跟其他科别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好意思 我想最重要的 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手板 让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安宁疗户就像 这一个图表所要表现 表达跟呈现给大家的 针对病人及家属的身心灵的状况 其实有许多的团队成员 一起来参加的 包含有医师 护理师 那针对于经济上面的困扰 以及更多社会的参与 有社工跟志工 那同时有包含心理师 以及灵异关怀师 那甚至包含营养师 复健治疗 方疗 宗教 药师等等 大家可以在这个图表当中 可以看到 整个安宁的照护的团队 是包含了相当多的面向 那同时呢 也这边可以看得到 在医疗及护理上面的 占的比重呢 其实是占了一部分 而不是占了大部分 为什么 就像我常常跟病人开玩笑的 这个身体的疼痛呢 可以用药物来控制 一根针打下去就OK了 可是呢 心理上的焦虑 紧张 孤单 寂寞 对于死亡的恐惧 没有一个药说 一针打下去 就会对这些 这些负面的情绪 能够改善的 没有这种药物 可是呢 我们藉由 这么多团队的成员 一起来提供 这样子综合性的照护服务呢 其实对于 在于心理上面 灵性上面的支持 及这个舒缓呢 这个困扰的部分呢 这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其实它包含的 不是只照顾病人 这是还有家属 心理情绪方面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是 安宁照护可以说是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照护的模式 是 那所以接下来我会提到 四全的部分 四全的部分呢 包含全人 全城 全队 及全家 什么意思呢 全人的部分呢 代表我们在治疗 并不是只看 单看病而已 是看到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 我们今天治疗 比如说他有癌症啊 还有这个脑中风的问题 不是 而是从人的角度去看 他在身体上面 有什么不舒服 心理上 及灵性上面呢 需要怎样的照顾 全队的方式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 除了有这么多团队的成员 一起来照顾 针对病人 及家属部分呢 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一个窗口 一个主轴 从也许从我们开始服务 那之后呢 可能从这个医院出院之后呢 我们就有提到 刚刚有转到这个居家 那之后住院 不管是住在其他科别 有安宁的共照 或者住在安宁的病房里面 也都有 他接下来可能会接受到 安宁的这个门诊 或者是如果有住院需求 又可以再住院 那另外呢 这个全队的部分呢 也提到 这个除了是说 有这么多团队的成员 一起照顾之外呢 更重要呢 我们如果说 病人今天有其他方面 比如说牙齿疼痛啊 有一些眼睛耳朵的方面 我们同样也可以 借由会诊的方式呢 请其他专科的医师 来跟我们一起照顾病人 那最后提到全家 其实呢 除了病人得到疾病 非常辛苦之外呢 其实很辛苦的呢 也是在旁边支持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除了要承担 这个病人 在照顾上面的 这个辛苦之外呢 那他本身自己的情绪 对于家人 这个罹患重病的 这个心理上面的支持 更重要呢 能不能我们安宁也有 针对这样子的照顾上的辛苦呢 有提供喘息的服务 所以可以看得到 我们安宁提供的 其实是一个四权 包含全人 全队 全家 全城 一个整体性的照顾 那我们讲的安宁 一直在强调说 山中这件事情 那山中也是安宁的 最主要一个目标 那亚如 在您床接触的这些个案 如何跟这些病人 跟家属 谈到安宁疗户这个部分 从一开始接触到 他们改变是一个 怎样的过程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 是有碰过一个 很年轻的 40岁的一个乳癌女性 那她单身 然后碰到她的时候 其实她已经疾病末期 那在加护病房 接受插管的治疗这样 那当时会客的时间 其实有碰到她的哥哥 就是她的家人 那她其实 当时碰到她哥哥的时候 其实她情绪满激动 就是她当下 一直在跟医师表达说 她很希望病人 能够继续接受治疗 后来因为当时病人 意识并不是很清楚 后来慢慢透过治疗之后 有恢复她的医师 结果病人一醒来 她第一句话 她就说把我拔管 她不想再治疗了 那我们当时还想说 是不是病人并不了解 这个过程 拔管的意思是什么 还花了一点时间 跟她说明之后 她也是非常坚决说 她的确是不想再接受 这样的一个侵入性的治疗 我们这样透过 跟病人的互动发现 其实病人家属跟病人之间 他们的想法 其实非常的不一致 那事后我们就开始联系 他的家人 请他们到医院来 一开始他的家人其实也 并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他们都 不愿意来这样子 后来透过一些协助 才把他的哥哥又找来医院 跟他说明状况 他来医院的时候 其实情绪一样非常激动 他觉得他妹妹 他不能接受他妹妹 决定自己要放弃 生命这件事情 所以他很希望医生 不要再就是听他妹妹的想法这样 那我们事后就透过团队的一些协助 开始慢慢地引导他 然后他哥哥才慢慢地把 其实把他自己心里话讲到 他就说其实他跟他妹妹分开的时间 已经有一段时间 那妹妹很早就离家 所以他没有能够好好照顾她 是他的一个亏欠感 所以他很希望透过这段时间 好好地继续陪伴他在他妹妹身边 那因为后来我们就是提到这个部分 后来就病人哥哥开始慢慢地 侃侃而谈 就是其实他还是希望他妹妹 就是能够慢慢去 就是慢慢接受他现在的状况 而且他也开始去面对 他妹妹的现在的情形这样 所以他就开始询问说 怎么样才能够让他妹妹更舒适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安宁医疗其实就是意味着 他们家人之间的分离 但是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团队的一个协助 让他哥哥最后跟他病人之间 其实能够把这样的关系 能够连接起来 那其实他妹妹最后有个心愿 就是病人的心愿 就是他还是希望可以跟他的男朋友 有一个订婚的仪式 所以最后其实他哥哥从一开始 都不愿意到医院 到最后其实陪伴着他妹妹 完成他人生重要的事情 所以其实安宁疗户 其实最后他能够给病人的东西 就是他在最后的时间 去让病人做有意义的事情的规划 然后能够和家人就聚在一起 这段时光都是就是非常难得 所以我想安宁疗户 其实是要帮助整个家庭的一个关系 是能够更紧密的 那黄医师 那安宁疗户的医疗 为什么有这么重要性 跟一般的医疗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们最重要讲到 其实像刚刚我们的护理师讲到的 安宁最重要的强调是属于 善终的部分 那在古书上面有提到 关于五福的部分 第一是希望长寿 第二呢希望富有 第三希望健康平安 第四呢修养德行 那最后呢是说要能够善终离世 我想前面四个呢可能我们人力 所有时候所困难所及 可是最后一条呢 第五个的福呢 善终这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所以这也是跟大家 跟各位民众呢 来宣导 这个能够完满的离开 其实也是一个最大的福气 那我们有可能说 我们预先计划说 我未来都面对在末期疾病的时候呢 我可以先预立安宁缓和 这个医疗这部分 让家人也可以了解到 我自己的意愿 那我这边补充一下 就是说呢我们从 其实为什么要选择安宁医疗 其实从过往治愈性的 刚开始疾病诊断的时候呢 当然都是以治愈性的治疗为主 随着疾病进展之后呢 这个缓和的角色就越来越重 那其实在生命终点之后呢 有很大部分是在于 遗嘱哀伤的辅导的部分 因为面对亲人的离开呢 有些人他可以逐步调整 然后走出 可是有些人可能需要外部的力量 比如说包含其他亲友 其他宗教团体 所以在这部分呢 针对有需要的亲友的家属这部分呢 在安宁的照顾上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回应到 我前面提到的全家的照顾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 如果透过安宁疗户的照顾 能够比较有好的生活品质 以及症状的缓解 同时也能够在家人的陪伴之下 走完人生的最后路程 更重要的是 必须要能够有尊严的说再见 今天谢谢雅如护理师 以及黄医师的解说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